直升机在现代战场上还有用吗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在现代的俄乌战场上 俄军的直升机被漫山遍野的防空导弹 逼得使用高抛战术 对目标区打火箭弹进行概略覆盖 而更精确打击的任务 则使用携带有弹药的FPV无人机进行精确打击 那武装直升机在未来真的没用了吗 兵博士 对于未来武装直升机到底是什么样子 其实各国在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前 就已经提交出了答案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 无非就是如何在低空火力密集的地方 来提升直升机的生存能力 在这指中 美国陆军提出了两种解法 第一种是使用强大装甲和火力 配备多数导弹 在敌方开火之前就直接击毁他们 同时 这种直升机配备有强大的动力系统 以及强大的装甲结构 可以在地面火力面前幸存 或者至少保护驾驶员 这种思路就是典型的攻击直升机思路 而美军对此给出的答案 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看见的H64 APA7 而另外一种思路 则是使用轻型直升机 执行有限的侦查打击行动 这些直升机装备有更出色的观瞄系统 可以在更远的地方看见敌人目标 同时 自身较小的体积 也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的外观特征 热特征 以及升血特征 避免自己被敌人发现 那么 由于已经避免了被敌人发现 那么这种直升机 就不再需要更厚的装甲 所以 他们一般以轻装甲 或者无装甲的形态出现 武器也十分有限 它的作用大概相当于 战场的侦查控制节点 需要它自身动手的机会会很少 但相应的 其他友军火力都是它的武器 延续着这种思路 美军开发了轻型侦查直升机 在越战时期 由OH-6小鸟执行这种任务 而在当下则是OH-58基奥瓦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作为侦查直升机的基奥瓦 实际上机体是来自民用的贝尔206 所以 它的抗毁性能 以及动力方面 都不是很让人满意 同时 现在的问题在于 低空火力过于强大 别说OH-58了 就算是皮糙肉厚的H-64 也待不了一会儿 截至目前 解题思路就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真铲和攻击直升机 在未来 必定会呈现一种融合态势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难答 美军早就心中有数 在H-64诞生之后 美军就在讨论 下一代直升机的计划 阿帕奇和基奥瓦 只是权宜之机 真正的未来直升机 一定是真铲和武装想融合的 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 美军很早就得出了 问题的终极答案 那就是 RH-66科曼奇 武装侦察直升机 这个终极答案 不仅拥有非常先进的 光电设备和武器配置 它还开创性地使用了 机身内置弹层 以减少雷达和红外信号特征 科曼奇这个终极答案 什么都好 唯一的问题是 太贵了 整个项目从88年 一直持续到04年 在花费了80个亿美元之后 国会愣是没有勇气 批准这个项目进入现役 由此可见 如果科曼奇进入现役 那他的花费将会数倍于80亿 在这个情况下 陆军也得捏着鼻子 继续使用老旧的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并将其推出H-64E 极著名的长弓阿帕奇盖进 虽然顶着RH头衔的科曼奇 最终没有被装备 但这并不代表 侦察攻击的融合思路是错误的 为了继续侦察攻击融合思路 美军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 开展了一项被称为FERA的计划 展开来说 FERA代表未来攻击侦察机 如果这种飞机真的叠装不对 那么它的军队编号 最终也会是科曼奇的RH 所以叫FERA为科曼奇精神续作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之所以提出FERA的开发想法 而非继续进行科曼奇项目 还是因为科技的发展 虽然科曼奇项目在80年代 堪称天顶星黑科技 但我们都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 科技发生了长足的改变 现在一部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 可以抵过数十台 甚至上百台80年代最先进的民用电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FERA 只是科曼奇的精神续作 而非真的科曼奇2.0的原因 在招标开始之后 总共有8家军火商参与了FERA的竞标 麦道直升机公司的MD969方案 欧洲空客公司的X3方案 意大利莱奥纳多的AW609方案 是在竞标状态下 最先被美国军方取消的项目 MD969基本上就是换了一个平台的 OH589奥瓦 其他方案上并无任何改进 不具备技术创新性 而空客的X3则正相反 被称为高速复合直升机的X3 在设计上就拥有三个螺旋桨 一个负责提供胜利 另外两个负责推进飞机 虽然X3项目宣称 可以将直升机的速度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但奈何设计太过复杂 技术风险太高 也被放弃 而意大利朗纳多 作为老牌直升机公司 提出的AW609 则是一种比鱼鹰更轻 更流线 但是设计 尤其是带有发动机短舱的 轻转悬翼设计 几乎完全照搬V22鱼鹰 所以AW609方案 也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轮竞标 也就随着这些荒诞的方案 被淘汰而落下帷幕 简接着到来的是 剩下的五家公司 进行的第二轮竞标 最先提出第二轮竞标方案的 是AVX和L3哈里斯提出的 AVX L3 CCH 复合共轴直升机 这架飞机创新的采用了 复合共轴布局 拥有共轴双选翼 以及两具推进螺旋桨 含到风扇 之后 剩余参与竞标的公司 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贝尔提出了 基于RHA66科曼奇 采用传统设计的 AR40不驱方案 诺斯罗普格鲁曼 卡瑞姆飞机公司 以及雷神公司 共同提出了 采用可摆动为奖设计的 AR40方案 希克斯基公司的方案 也非常具有开创性 他们在S97袭击者基础上 推出了袭击者X设计方案 最后一个方案 则是波音推出的 但很遗憾的是 作为并不差钱的 北美航空巨头 波音对于FRA计划兴趣不高 他们甚至懒得 给自己的计划 起一个勉强能用的代号 在报道之中 波音的FRA方案 基本就只被称之为 波音FRA方案 采用了没什么新意的 主旋翼加尾奖 加推进螺旋桨布局 综合上述信息 以及第一轮的淘汰方案来看 我们其实并不难猜 到底有哪些公司 会落到最后的比评 AVX L3 CCH的新技术太多 风险太高 作为侦查攻击直升机 AR40甚至有一个在原舱 几乎是造了个新技术黑鹰 也要被淘汰 波音FRA过于敷衍的态度 也让他几乎不可能 进入最终选拔 所以最后的终极对决 已经很明显了 从贝尔360和西克斯基 袭击者X中间 将诞生 美军FRA项目的最终获胜者 虽然目前FRA项目 究竟花落谁家 还是要打个问号 但实际上 谜底已经很明显了 如果美军在2024年真的需要FRA项目落地 那么他们能选的只有贝尔360一个计划 作为对比 西克斯基 袭击者X采用了共轴双旋翼螺旋桨 以及额外的推进螺旋桨设计 可以预料的是 它的飞行速度非常快 但很明显 袭击者X 以及几乎相同布局的 西克斯基 S97 都没有经过正经的军用测试 在维护和运营中会发生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 而贝尔360的保守 却极有可能为其赢得FRA计划最终的订单 贝尔360部驱武装直升机 以及贝尔525直升机 为技术栏本 采用一台通用电器T901涡轮轴发动机 作为主动力来源 这种发动机采用新的陶瓷机复合材料 作为发动机主材 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装配中的冗余 来减轻重量 新材料在使用中需要更少的冷却 并可以提高发动机效率 希克斯基 突袭者X和贝尔360 都使用这种发动机作为主要动力来源 而不一样的是 贝尔360还有辅助动力来源 是一台来自普拉特·惠特尼的 PW207D1涡轮轴发动机 可以输出约440千瓦的功率 2.1起可以让贝尔360的巡航速度 达到330公里每小时 不落后于现役的阿帕奇 在外观方面 贝尔360采用窄机身设计 成员为一名飞行员 和一名武器操作员 机头处有一个双座串列驾驶舱 用于容纳两名机组人员 机鼻处拥有基础的光电吊舱 为飞行员和武器操作员 提供基础的白光夜视热成像 三通道观瞄 机头下方安装有一门 20毫米M197三管电动航炮 这门机炮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目前现役的AH-1Z 魁蛇武装直升机 所装备的同款武器 在机身中部 贝尔360拥有一个 可以容纳两台发动机的巨大动力舱 动力舱中间安装有传动系统 螺旋桨轴通过齿轮箱 延伸到机身顶部 并安装在四叶片旋翼上 在机腹 贝尔360拥有一个容量不错的武器舱 在不需要发射武器时 武器挂架可以缩回机舱内 实现隐身功能 在后方 贝尔360拥有一些杂性电子设备舱 总的来说 从外观上来看 贝尔360基本相当于 一架圆润版本的IH66科曼奇 也真无愧于科曼奇精神续作的噱头 在贝尔360上 贝尔公司可谓是 堆砌了一切可以堆砌的技术 贝尔360的主旋翼 采用了经过验证的 角接式转子头 这种设计和贝尔525上的一致 简单来说 角接式转子头 可以为主旋翼提供更高的转速 同时经过设计的高速转子叶片 减轻了后退时 所产生的叶片停滞 这就让贝尔360 可以更快地从旋停状态 前进或者后退 也是一样的 同时为了保证更快的前进速度 贝尔360还安装有一对 专门提供胜利的机翼 这也是F1RA计划中 对于新直升机的高速特性的要求 这一对安装在机身中部的机翼 并不悬挂任何东西 而是专门为贝尔360提供胜利 这对机翼降低了 前向飞行中的主旋翼胜利需求 实践了卓越的高速可操纵性 而无需复杂的推进器和驱动系统 同时它钢性连接在机身上 并不需要任何的 额外的复杂设计就可以发挥作用 在动力方面 贝尔360拥有一个独特设计 虽然乍一看 这架飞机是传统武装直升机 主轴两侧 平行布置两台发动机的布局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 贝尔360实际上 虽然有两个进气口 和传统直升机一样 但排气口只在右后方有一个 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高速飞行而生 虽然贝尔360使用12米四月降 以及可以提升50%升力的专用机翼 但贝尔公司依然位于筹谋的 为它设计了一个废气加速口 右后方的排气口 实际上应该是让辅助发动机 将主发动机的废气加压排出 从而实现一部分的推力补偿 让直升机更快到达设计急速 但由于只在右后方拥有 这个加速排气口 所以在向前飞行中 直升机机头会不可避免的左偏 贝尔的工程师们也想到了这点 他们将为奖进行了扭转 这种不对称设计 正好抵消了飞行中产生的偏航力矩 那贝尔360的武器到底装在哪呢 这就要看它机腹上的武器舱了 贝尔360在机腹两侧 各拥有一个武器舱 里面可以安装美国陆军目前 所有赋予给武装直升机的任何武器 弹舱通过一个伸缩式掉臂 进行武器的收放 在不使用武器时 掉臂会收紧机腹 让直升机获得更好的隐身性能 当需要使用武器时 掉臂伸出 就可以发射携带的低欲火反坦克导弹 或者是九头蛇火箭巢 这架直升机 拥有250公里的作战半径 以及这个状态下 总重1400磅的外挂武器载重 并且这个武器层还是多功能的 通过对接口的替换 贝尔360依然可以和其他的FRA项目一样 携带额外的侦查人员 它通过安装在武器挂架上的 可拆卸人员座椅 可以在一侧携带至少4名士兵 但美中不足的是 总共8名士兵 只能和坐小鸟一样挂在舱外吹冷风 最绝的是 如果不使用这8个座椅 它们依然可以完美进弹舱 以保证直升机的隐身 除此之外 这个挂架还有其他选择 它还可以拆下中间的两个座椅 选装一对航空单架 这种单架具有保护框 可以保护其中的伤员 不会因为直升机机动而被甩下去 在如此安装之后 贝尔360就具有从战场上 回收商员的能力 并且即使是加装了单架 整套系统依然可以收回弹舱中 总的来说 作为F1A计划 唯一可能赢家的 贝尔360武装直升机 在技术上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现代武装直升机 技术水平的顶点 但很不幸的是 就在2.24年2月8日 美国陆军结束了 未来攻击侦察机计划的开发 陆军参谋长 兰迪·乔治表示 该决定受到乌克兰战争中 使用廉价无人系统的影响 这使得计划受到质疑 简单来说 国会认为 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 可以完成武装直升机的工作 但在火力军看来 这种想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 甚至可以说 是F1A项目的技术不确定性 才会有这样一种说法 让美军放弃F1A项目 和贝尔360武装直升机 其实道理并不难 因为在整个F1A项目中 大部分方案都使用了 携带由推进螺旋桨的技术原型 直升机携带推进螺旋桨 不仅是对设计和制造方面的挑战 这也是对飞行员培训 和日常维护的挑战 这样一来 整个项目的预算 都要受到极大的挑战 另外 虽然贝尔360 基本上已经成为了 现代设计的武装直升机 技术水平的巅峰 但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还是那个 为了F1A项目的航速要求 所设计的 可以增生50%的生力短役 虽然在设计上 各位都能理解这么做的必要性 但毫无疑问的 在未来武装直升机 需要规避敌人火力 从而进行在钻山 或者钻楼这种高难度飞行中 如果这对生力短役 擦碰到了任何东西 最终都会导致击毁人亡 总的来说 美国军方的心态是十分微妙的 他们既想要一架 非常先进的直升机 又不想这架直升机 对他们的后勤和培训体系 造成任何的负担 我们都知道这种好事 大概率不太可能会发生 所以最后FIA计划还会继续吗 贝尔360项目的命运又是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霍利君 下期视频见 或订阅区和大家一起讯 zombie 车俩 这个 specimen